那我们第一个开始要做的就是 Sitting Pong 就是身体挺直 坐在瑜伽垫上 然后你的脚趾是 平躺在Map上面的 就挺胸 然后 第一个动作我要教你们的就是 呼吸 用你的皮脂 用力的吸气 把所有的氧气和空气都吸进去肚子 OK 然后呼吸 把你的肺的空气 全部排出来 挤压 再来吸 呼 这个动作 可以躺着做 也可以站着做 就是要把你的 把空气挤进去你的肺部 然后再用你肚子的力 把空气挤出来 OK 这个无时无刻都可以再做 OK 这个是基本的 铃腰吸 呼 再来 OK 这个呼吸法呢 随时随地我们都要保持这样的呼吸 OK 不要用你的胸部呼吸 只是胸在动 我们其实就是把 你看那些小孩子在睡觉的时候 然后他们呼吸的是最正确的方法 他们肚子是这样的 还有塌出去的 因为我们的肺是很大的 所以如果你要增加你的肺活量呢 你必须 把空气都吸进去你的肺 OK 就是说 把你全部的肺 都用氧气给填满 OK 然后我们再呼出来 OK 所以如果你这样做 开始觉得有点不舒服的话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把脚趾放进来 就是有点会做的方式 这个是 另外一个 stretch你的脚的方法 OK 可以吗 OK 现在我们用这个动作呢 你可以保持 第一个动作 或者是第二个动作 你喜欢 OK 如果再不喜欢的话 你可以坐这 OK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伸展呢 就是你的头部 OK 所以挺胸 做直 然后 把头抬高 吸 然后呼 慢慢的抬上去 吸 再呼 再做一套 放松你的身体 放松你的肩膀 放松你的肩膀 OK 头回来出肩 现在呢 我们做另外一个 就是把头 躺去你的 另外一个边 就是拉 这里的筋 放松 放边 再来 记得无息哦 身体要直 OK 我们的脊椎骨呢 是支撑我们整个身体的动作 所以记得无时无刻 都要保持正确的姿势 不论你是坐着 躺着 或者是 走动着 都记得 不要脱背 要抬头挺胸 OK 所以现在我们再加一个 小小的动作 你会觉得更多的拉扯 就是 把 你的下巴 关起来 拉伸 然后头脑上去 再拉 当你呼出来的时候 我要你挤 你的爽下巴挤下去 Relax 再来一次 拉 挤下去 呼 然后 记得保持东西哦 再来 OK 头部去旁边 再来吃 记得做直 挺胸 好 好 以上这一套呢 就是 针对你的头部跟颈项 还有一些肩膀的那种伸展活动 所以这个可以 睡醒之后做 或者是零睡前 或者是工作的一半 觉得肩膀痠痛 都可以慢慢的 放一个休息给自己五分钟 然后做一个小小的伸展活动 OK 接下来我们做另外一套 就是你肩膀跟颈 OK 所以 用你的肩膀打个圈 记得动作做一个正确 然后慢慢做没关系 然后 回去另外一边 可以吗 记得啊 记得啊 你的头 要跟你的脊椎骨是 同一列的线 无论 何时 何刻 你的头 跟你的脊椎骨是 同一条线的 不要这样啊 也不要抬得太高 因为这样子 当你在做运动的时候 你做这系列的动作 会有危险 OK 那我们再增加 增加幅度 肩膀放松 然后你的手肘 放在一起 加幅度 开 再放在一起 开到最外面 再放进去 慢慢做 身体直 记得保持呼吸 OK 现在我们要倒访 开 慢慢做哦 我们不赶时间 或许你会觉得做这些 一系列的生长活动 会觉得很无聊 但是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然后 然后 无时无刻 随时随地都可以做 因为 如果你不做拉筋 或伸展运动的话 无论你在 可能 你只是搬一个箱子 或是什么 你就会受伤 所以记得要保持正确的姿势 然后无时无刻 呃 尤其是运动前后 都要做一系列的生长活动 OK 所以现在再增加 多一点就是把手伸 拉筋 打圆圈 那今天我们做的呢 我们会做一些比较简单 就是超简单的而已 那如果你想做那些 更加激烈 或者更加高难度的 你可以上网搜寻 然后我上了一系列的那些 视频呢 都教你怎么做 那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小心 然后 要做正确的姿势 然后要做对的动作 就是无时无刻 要用你的肌肉去做 然后不要弄伤自己的筋骨 OK 那现在我们的上半步 现在我们再加一个 前胸跟后背来做一个拉伸 OK 那或许 或许你可以这样子做 这样会比较容易 OK 我们先推 手合十 推去前面 然后当你推出去的时候 记得把背呼 呼气出来 然后把背推去后面 准备好了吗 三 一二三 呼 推去后面 stretch stretch 你背 放松 吸气 然后再推一次 呼 吸 再来一次 呼 我们再做两次 当你觉得你背很痛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子做 推 吸 然后再推出去 OK 现在我们做了反方向的动作 就是双手合十往后 拉 拉的时候一样 也是突气 然后放松 吸气 再来一次吸气 呼 拉去后面 你会觉得你的胸膛 胸膛在爆炸 OK 那就拉出去 头保持直 放松 再拉一次 拉 再来 最后一次 拉出去 OK 放松 是不是能做另外一个动作 放松 就旁边的伸展 做直 记得你的屁股 双边 两边的 两侧的屁股呢 都是 吻合的 坐在 地上 OK 那先把手伸直 记得不要 不要拉你的胸 不要拉你的肩膀 就手放松 另外一个手掌放下 然后 推去旁边 你觉得 整个左侧 再拉 头看上 C C U 可以吗 好 同样动作 我们再拉一边 放松 去旁边 慢慢 去到你最大的幅度就够了 那如果你比较 柔软度 比较小的话 你可以去更深 可以去得更远 OK 我们是在做伸展运动 这个不是比赛 所以 尽你的全力就好 OK 那同样的 我们做前面 同边 现在就做中间 OK 把脚合起来 然后 现在我要你用肚子的力 转 你的身体 OK 打圆圈 慢慢的 转背远圈 肩膀放松 OK 到另外一边 转回去 OK 这样我们做脚的时候 把脚 一边伸直 然后另外一边 放直直度 身体 记得 你的脊椎骨永远 都是一条直线 要 弯 OK 身体挺直 然后 把三个手指 开出来 坐着 你的脚 的 大指头 然后 慢慢的 拉下去 记得背要直 不要垫直 这样子会扭上你的 脊椎骨 就是拉下去就好了 你会觉得 你的脚 在 就是拉你的脚去 用正常的呼吸 那如果你的柔软度更强的话 你可以拉得更低 或伸直 伸直是另外一只手 这样子 放到一块 如果不行 就放直好了 没关系 OK Good 换另外一边 C 呼 头 可以微微往上看 记得搞直 顺上的呼吸 OK OK 那其实脚步 脚步的 伸展运动呢 有很多方式 那我觉得最简单的呢 其实就是 就是这种 做的姿势 所以 当你出去外面 活动一整天回家 你觉得脚好累 那你可以不妨 就是这样子坐着 休息 你可以吃东西 你可以看戏 你可以做 你的上半身 在做任何东西都可以 记得要保持 直线就好了 那如果你这样子 做的累了 你可以把脚 脚指头放进来 另外一个 姿势 OK 这个是给你的 脚步的 所有的肌肉呢 最好的 休息 可以无时无刻这样子做 就算吃的太撑了 也可以这样子做 OK 那 今天呢 呃 这个生长呢 我们只是做一个很简单 然后就是 大致上就有一些 呃 重要的部位 都已经有去 做生长 那接下来呢 呃 我们会做一些 比较高难度的 OK 所以 你们就 我们做高难度的 那个 局部运动 那如果你 刚刚进来的话呢 我建议你先 热一热身 OK 那如果你做得到 做不到 没关系 你可以去喝个水 或者上个厕所 没问题 所以 呃 我们慢慢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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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